歡迎收看董事大區 我是阿波 我是老伴 我回來了 日本人 太開心了 上禮拜剛從日本回來 然後帶回來做上這一些 滿滿的伴手禮 而且很多耶 今天看起來就是 每一個都很好吃 沒錯 接下來2024年 如果你要去日本的話 有哪些伴手禮值得買回來 這一集可以參考一下喔 那我們今天就一起來猜 耶 趕快來猜禮物囉 好的那這一集呢 我們要準備一些 小禮物送給你喔 耶好開心喔 難得 要怎麼獲得呢 就記得要把這支影片看到最後喔 去看 耶 首先要吃的是這一盒 2023年的7月 日本東京車站開的店 最新的焦糖布丁塔 排多久 排大概20分鐘吧 我那時候在排隊的時候 我就發了一個線洞 問大家說有沒有吃過 居然有一個網友 我早就吃過了 日本也吃過了 很厲害很潮流捏 它是2721日幣 台幣大概600多塊 老實說呢 我們剛才以為 切開裡面會有流星 結果切開裡面怎麼會 連中心的那個焦糖的那個範圍 都沒有這麼大一圈 這是難得一件的圖文不符日本商品 所以你一定要去買來試試看 我今天聲音很有雌性吧各位 很性感喔 因為前陣子感冒還沒好 有位觀眾朋友 他的IG名稱叫做 Sham Chen 然後他們是一家四口 然後他的小朋友說 我的聲音很像一個資深兒童廣播劇的主持人 叫做維波雪雪 我怎麼說你的聲音真的很專業啊 你看 謝謝小朋友 可是你沒有辦法辦小孩界的粉絲見面會 我可能是上次的臉都很僵 哈佛的聲音有另外一位網友 他的IG名稱叫做理科大叔 他說你的聲音像是 徐薇老師 謝謝你喔 理科大叔 怎麼樣開心嗎 你知道因為那天老飯就立刻告訴我這件事情 我昨天呢跟了我朋友出去 就跟他們說 欸你知道就有網友說我的聲音像徐薇老師耶 他們的反應居然是 真的真的 我想說 三條線 是不是嚇到 來 各位其他的觀眾朋友們 覺得他聲音像徐薇老師嗎 像了請加一 如果超過十個嘉義的話 你就立刻唱他的成名曲 他的成名曲是什麼 你說過兩天來 變別首歌了變了 你等就是一年多 哈哈哈哈 怎麼樣 先學起來吧 好我要學唱給你們聽 期待你們耳朵懷孕喔 哈哈哈哈 你先吃 嗯 嗯 欸這個膠糖線有點黏牙 嗯滿黏的 內餡很濃郁 嗯 可是不會在一入口的時候讓你覺得他很膩 對 但是一個人差不多吃一個就好 一個人一個 譬如說你請朋友來家裡做客 然後喝茶喝咖啡啊 或許可以兩個人配一片就可以了 沒錯一顆五十塊台幣喔 超貴 那這樣真的一人一半就好了 不用再給他一個 哈哈哈哈 這個比超商一個69塊什麼東西還貴 我們都搶了友善時光了拜託 我覺得這適合買來送給朋友 但是我可能不會買來自己吃 謝謝 請參考 比我們還早吃的那一位 潮流朋友 你覺得怎麼樣呢 請你留言好嗎 可以分享給我們的想法是什麼喔 你吃完有回購嗎 好下一樣是Number Sugar 最好吃的手工牛奶桃 所以這次去呢 我也特別排隊去買回來了 然後也排了大概20分鐘左右 他總共有12種口味的牛奶桃 所以這樣子 就有1號到12號 這一盒 就是他現場會賣一個 12種口味的綜合包 所以這裡面1號到12號都有 然後這一盒呢 是丸汁內店限定的味噌味噌口味 限定版的丸汁內才有的 味噌口味 對啊 所以他這個口味不在這個12 這包裡面 他是這個包裝啊 這個絲帶的這種禮盒包裝 總共有5個顏色 然後因為這是我有幫朋友買 就買比較多 買了5、6盒 所以他還送我了一個手帕 哇塞 欸這手帕看起來就價格不菲了耶 對他送了一張手帕 好美喔 好美喔 這是他的包裝袋 而且這黑白簡單有力 又漂亮 北歐風 北歐風 對因為你看他的插圖 他這包裝搞得很跟銀式一樣 接下來我們先來吃吃看 3號口味 肉桂跟茶口味 欸我覺得他的這個 這樣子一條啊 嗯 其實蠻大的耶 其實我覺得這可以分三段 這也適合大家一起吃下午茶的時候分三段 然後大家吃一口 然後配個茶或咖啡 質地很軟 嗯 一點點黏沒有到很黏 味道也是溫和 嗯 滑順 這邊有肉桂味 茶味其實很簡單 我們來吃8號薑口味 他的質地比較沒有那麼黏 嗯 他真的有顆粒感 這個好好吃喔 欸 這個吃起來有高級感 這一盒呢 價錢大概是台幣330左右 裡面12顆 所以平均一顆牛奶糖是27.5塊 高級也是對的吧 食材用的不會讓你覺得它是廉價的食材 然後剛剛那個薑吃到最後 真的有薑末的感覺 嗯 這味噌嗎 怎麼感覺很像 一個中藥啊 它有點鹹 但是質地也是很好吃的 那個質地 所以這個很牛奶糖 我們是 一定會回購的唷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 它送禮真的非常方便 你看它小小一號 又不佔你心理空間 然後拿回來又精緻 然後又好吃 禮輕情義重 禮輕情義重 因為它真的很輕 輕不是價格輕 是它的體積在 體積很小 對重量在輕 其實如果這個可以塞滿整個行李箱 其實也像爆貴耶 對啊 好接下來要開來的呢 都是在成田機場裡面買的伴手禮 首先是這一盒 這盒也是很新 它在陳列上來講說最新 這個是東京巴拿奈 它跟多拉A夢合作出的古物的夾心餅乾 很像那個Sugar Butter Century的那種餅乾 然後圖案呢 總共有八種是多拉A夢跟多拉美的圖案喔 喜歡多拉A夢的人 一定會想買這一盒的吧 這盒也超適合給小朋友吃 然後它這個是焦糖口味的 日本真的好愛焦糖口味 這 它居然不是夾心耶 我以為它是夾心餅乾耶 好啦 我不喜歡吃就是素素的 什麼饅頭啊什麼 我一定要它有夾心 我超愛饅頭 對 什麼雞蛋糕啊 當過冰 你看吧 他們終於承認它當過冰了好不好 哈哈哈哈 吃到生氣了 你看我吃了 這盒會黏牙耶 嗯超黏 然後呢香精味 嗯 然後呢又乾 這一盒14片台幣大約264塊 平均一片餅乾18元 各位有都有吃過東京巴納納吧 它那個香精就是東京巴納納的味道 然後那個焦糖還好 焦糖味啊沒有焦糖味啊 這我從我以前就沒有喜歡東京巴納納 嗯我也是 那不是豆拉A夢齁 把它蓋起來吧 所以這盒我們是 你會回購了唷 好下一個要吃的是 Ivorish的可頌餅乾 這一個包裝呢 六入 然後台幣大概220塊 平均一個餅乾大概是 36塊台幣喔 那Ivorish我們之前 去年我們就開過 然後當生死開的是它的 奶油麵包吐司 對不對 很可能可以看這一集 你拿起來翻轉一圈給觀眾們看 你們有看到這一圈的背後吧 太幽默了 太幽默了 它居然是凹的 日本人怎麼會做出這種事 難不讓它下變形了 喔感覺很脆喔 我不喜歡欸 我也是 欸那像我覺得 Ivorish的 還是去買Yuma吐司那款就好 因為它這個除了味道 沒有那個濃郁的 奶油味之外 這個可頌的口感都 有點點奇怪 好吧 所以這個 我們建議絕對是 不會回購的 腰 這有點想要讓人生氣欸 很氣 下一樣要吃的是 北海盜的薯條三兄弟裡面的 系列產品 昆布太郎 喔所以這個人是昆布太郎 對 還是他是昆布太郎 因為這邊還有一個昆布欸 有需要講你那麼細嗎 這一盒呢 它大約台幣是165塊 裡面有6袋 所以這樣子27塊 對 欸那什麼 聽起來沒有多多 好像也沒有多便宜 而且它到出來居然有真的昆布欸 對啊 很厲害吧 沒想到昆布可以吃這種 它昆布上面還有一個紋理在 好像一幕真的是 真的昆布 昆布我沒有想像中的強烈 沒有那麼強烈的海味 出血啊 它慢慢在你的口腔裡面 整個融化化開 你咬起來是有點脆脆的 對 真的好小一片 脆度是真的很脆欸 嗯而且它有一點硬的 嗯 我可能還會 拿這個錢還是去買三兄弟或三姊妹 嗯 這個的經驗度比較低 可是如果這個是在北海道才有 那肯定會去買吧 當然啊 所以它根本不應該出現在東京 哈哈哈哈哈哈 好今天來吃的是上野風月湯 然後我買這個是綜合包兩種口味 一個是副盆梅 另外就是萊姆葡萄葡萄 嗯 有的價錢是日幣990 裡面是六入 可以平均一片餅乾 33元台幣 它這個本身已經是創業276年一個老店 其實我並不知道 我是因為它的包裝很美 就是有一種很經典很典雅的顏色 先看一下 這是外包裝 對外包裝超華麗 對 那他們店的熱銷商品的話 其實是一個法蘭蘇 那我在現場沒看到法蘭蘇 所以我就挑了這個綜合款的奶油派 對來吃吃看 我跟你說前兩天啊 我吃到紅葉蛋糕 不得不再一次讚許它的奶油 吃清爽欸 剛剛我是吃到這個奶油的時候 我就想說 這個奶油 講實話有點油 我覺得老實說 它感覺只有比 只有比Losan超商買好吃一點而已 所以這道我想我們Share 不會回口的油 好接下來伊藤九佑衛門 它是在京都創業 快要200年的一間老店 200年欸 而且它這包裝超可愛的 對啊很可愛 它可以圖結結 然後打開來呢 裡面就有一盒草莓乾 跟一包抹茶粉 它的做法就是 你把它這個草莓 放進它那個袋子裡面 就先打開來之後 然後盡情的撒上抹茶粉 Shake share Shake it Shake it baby 我要走音 我要走音 你已經走音它 我要走嗎 你剛才走音啊 這個價錢呢 990塊 平均一顆草莓乾呢 是27塊 買幣 來吃吃看吧 這樣子講好像有點不禮貌 但是很開心它貶值 謝謝日幣貶值 快正現在 趕快去 趕快買 好燙喔 它的抹茶是真的很苦欸 然後裡面那個草莓啊 是酸的 我覺得它抹茶的苦 配這個草莓酸 超級恰到好處 很搭 很搭 這個好好吃喔 而且茶味其實是重的 然後抹茶巧克力又不會太甜 味蕾有被暴擊到 嗯 就 我不好吃 這樣 你剛才講說你有在健身 不要這樣子 我沒有健身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如果怕吃抹茶苦味的人 可能會有點怕 因為它的抹茶真是真的很苦 又酸 然後又有茶香 因為我現在終於知道草莓酸的 價值在哪裡了 直到這一刻 真的很好吃欸 尖叫了尖叫 這個 我們是 會回過的唷 好接下來呢 都是要開的是在富士山買的 我有去富士山有一站叫做河口湖自然生活館 裡面非常非常多 跟富士山相關的一些周邊商品 衣服啊 然後比如說清酒杯啊 還有各式各樣的伴手禮 這也是富士山的伴手禮 因為在山梨縣啦 山梨縣的葡萄 山梨縣做的嘛 山梨縣葡萄做的那個 夾心餅乾有沒有 然後裡面很多脆脆的那個 那個東西很好吃 所以我想說我這次看到之後 類似的東西就很想要再買 它在那個現場的 它那個陳列的那時候的那個樣子啊 超好看的 看起來好吃雞 看起來就像是畫面上這樣子喔 就是 對它這個是沸南雪的捲 然後上面淋了很多的奶油 但是它的本人呢 長這樣 這一條有五條 奶油呢 有多圖文不符 你告訴我奶油呢 欸他們日本怎麼會這樣啊 他們不是都喜歡跟 包裝上做的一樣大嗎 我覺得今天看到很多圖文不符的東西 我有點傻眼喔 因為你人品不好 你的人品 在看到富士山的那一刻 就已經用完了 這一盒大概台幣 大概190塊 每一條大概38塊台幣 38塊喔 最老叫38 欸它這個味道聞起來很像那個耶 菲勒口香糖 對 頂多就是濕潤耶 然後沒有什麼特別的 然後這個奶油就別說了吧 這樣子這樣抓解啊 那上面根本沒有什麼奶油的感覺啊 滾 下一樣呢 這個也是在富士山的那個河口湖生活館買的 但是它跟富士山好像沒有什麼太大關係 我看它好像只在太美我就買了 然後這個東西呢 它是一個河果子叫做金二燒 它的做法呢就是用寒天去煮紅豆餡 然後再把它的表面煎過 變成一個河果子這樣 我覺得看起來很像我們過年會吃的那個紅豆年糕 然後去炸過煎過的感覺 我那個皮 我們之前有開過富士山的羊羹嘛 對 然後又有開過富士山七種口味的那個小餅乾 對 所以就會以為 就會以為是這樣 被騙人了 對 喔 好大一顆紅豆喔 它不是走綿密路線 它也沒有走滑順 它是走一顆一顆 對 粒粒分明路線 它是炒飯 嗯 在外面這層 煎過的皮 我覺得 不知道它的意義是什麼 它也不會QQ什麼的 都沒有 吃一個紀念 吃一個紀念 反正就是金二燒 喜歡紅豆的人可以吃吃看 因為它的紅豆味真的很濃 有點 過程 我個人是不會再回購的 謝謝 謝謝 KIDCAT的富士山限定 然後它居然是草莓起司口味的唷 我實在是不知道草莓起司跟富士山有什麼關係 它這個造型啊 其實在很多地方都買到 不只是在富士山喝個活的辦事有一個店 唐吉柯德也看得到 你在藥妝店也看得到 其實到處都看得到 機場甚至也有 所以我想說大家可能很好奇 想說它到底吃起來怎麼樣 對 看看值不值得買 對 如果你今天KID的味道的話就看好不好吃 啊如果你只是因為造型 它造型真的蠻可愛的 你就買吧 你要買14塊而已 那這個裡面有9條 像一條也有20幾塊 這樣 喔 不便宜耶 越來越貴了 我吃不出什麼草莓味 也吃不出什麼起司味耶 有啦 有一些草莓味啊 起司味比較弱 嗯 嗯 然後很甜耶 嗯 甜到要鎖喉嚨 還是因為你這個喉嚨比較敏感 敏感帶 我覺得作為送禮這個可以買啦 啊如果想要吃一個好吃的話 這個沒有必要 謝謝 好最後一樣 是這個瑪莉歐驚奇的洋芋片 這個超級可愛 好可愛 瑪莉歐驚奇大家知道了吧 就是最新的瑪莉歐 在Switch上面有喔 你有玩了是不是 對我有玩了 這個等一下我是我在超商看到的 然後呢他總共有五個圖案 他就這個大象就是裡面 這一次驚奇裡面最特別的一個角色 這角色嗎 就是他吃了這個時候 就變成大象這個超能力 對 超可愛 超想要包色但是還佔空間 所以我就買一盒玩就好 裡面有個角色叫閒聊花花 他就是會一路陪著瑪莉歐 然後就是給他一些加油打氣的話 例如說 什麼我知道你並辦得到的 這種話 之類的 你是不是要去配音 我好想配這個聲音 我好想當這個配音 我好想當這個角色喔 你應該去應徵啊 對啊 好緊張喔 他就是會一直這樣 看似很陽光 但是又很機車的一種音調 我覺得是因為你自己反射心情 所以你才會覺得他看似陽光 但是他很機車 對 然後我聽起來就覺得 他就是一個在幫你加油打氣的人 所以你很正面 我很正面 我很正面 你是一個黑暗的那一面 沒關係我承認 我承認他 我就人品不好啊 怎麼樣 吃我是不期待 好直覺的不好吃喔 因為他很不脆耶 他很潤耶 怎麼回事啊 一個可愛的罐子可以收集一下 好的 吃完了以上 從日本帶回來的伴手禮 我們來激烈討論 就是一入口就喜歡的 真心要推的只有這兩樣 Number Sugar 還有這個 伊藤酒肉味門的抹茶 巧克力草莓乾 相信如果你是從一開始 這個影片的第一秒到現在 來看到這裡的話 你應該就知道 我們在哪一個部分的時候 表情比較開心 有高潮 對 看表情就知道 那接下來2024年 或是接下來過年到了 很多人應該就有一些 出國的計畫 如果要去日本的話呢 就參考一下囉 可以買一些伴手禮回來吃 而且保證你不會踩雷 沒錯 好那今天以上這些伴手禮 如果你吃過 你也有心得想要分享的話 歡迎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就下集見囉 拜拜 好影片看到最後的朋友 你有福了 因為我們這一集有一個抽獎 頻道首次抽獎 耶 謝謝老伴 怎麼樣怎麼樣 帶回來這個可愛的小東西 真的這個質感超好 那時候在富士山看到的時候 我就立刻拍照 然後傳給他 一直好像說 欸 怎麼辦要送什麼 這抽獎第一次抽獎要送什麼東西 然後加上我們的土象星座 就很想要送一些實用的東西 沒錯沒錯 而且你知道嗎 其實他拍給我看的時候 我本來想說 就蠻可愛的 就沒想要帶回來的時候 質感也太好了吧 他的對 他上面那個布的布面那個紋理啊 真的看起來質感很不錯耶 很棒 然後裡面還有夾身 對沒錯 他這個可以裝很多東西耶 而且你看他其實是有一個厚度 對他有個厚度在的 他不是薄薄扁扁 他是這邊有一個厚度的 對 所以你裝東西他其實會站著 對不對 對啊 這應該就是你可以放在你的包包裡面 做一個收納的小小 鑰匙 小東西很多都可以裝在這裡面 那如何獲得呢 我們這次總共就是會送出這兩個 如果你想要的話呢 就請你在這支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你最喜歡我們整個頻道裡面的哪一支影片 以及為什麼 對 比如說那支影片 他婆很吵 你被我吵到 很多人被我吵到 對 很多人說這女的爭吵 這樣也可以好不好 或是你覺得那支影片 老婆看起來很好看 沒有 我不要了 謝謝 只要你在這個期限之前呢 留言之後 然後記得把這個影片分享給兩個人 沒錯 雖然我們不知道你分享給誰 但是自由心正 對 如果你敢不分享 就留言說 你已經抽獎的話 我就跟你講 你人品不好 我以為要說什麼 罵黏髒話嗎 我不敢 反正自由心正好不好 就是留言之後呢 然後再分享影片給兩個人 你就可以參加抽獎了 那我們就會在這一天以前 我們會在IG 把這個抽獎名單給公布出來 總共有兩名 所以你在這一天 記得一定要到我們的IG 來看看得獎名單囉 如果你是得獎者呢 到時候我們也會透過IG 跟你聯繫 之後的一些寄送獎品的一些相關的事情 所以記得 記得要來看我們的IG 沒錯 祝你中大獎